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角五位深的管道工作期間 懷疑附近地底污水渠突然爆裂 期間消防派出灘塔搜救隊 高空搜救專隊 潛水組等人員到場參與搜救 由於管道內傳出次備氣體流化氫 說人返回地面後 需要用消防喉射水沖身 當時三個工人進去地底管道 進行灌章加固工程 突然有大量污水注滿管道 由於管道內非常狹窄 三人無路可退 殺那間避水淹沒 在地面看守的工人隨即報警 消防在大約十分鐘後 將兩個工人先救出 而剩下一人就一度失蹤 直至被困接近兩小時先救出 可惜三人都證實死亡 首救的過程裏面 那三個傷者上到來都已經是昏迷 我們就不清楚它究竟是那個 事發的原因究竟是被水沖 或者是有其他原因令到他們 在管道內收去聯絡和出事的 我們暫時的調查都仍然要進一步去再進一步調查 即是那時有否的網上救出來的時候 他們的傷勢是怎樣的 三個都是昏迷的 但沒有表現傷痕 他們身上也沒有任何的安全帶 或者其他東西 三個死者年齡介乎23至49歲 其中最年輕的死者 甚參穿榮結婚兩年 遺下妻子和六個月大的兒子 家屬知道惡好之後傷心痛哭 更加有家屬宏低需要親友參負 中電同總承辦商對事件表示深切哀悼 向三個工人的家屬置以深切慰問 而有關工程亦都已經暫停 承辦商代表更加說 會向每名死者家屬發放10萬元的欣述金 警方表示會調查意外起因 和工人致死原因 ONTV 都網站電視新聞 訪報到